歌神張學友宣布 明年在紅館舉行美站巡唱 更宣布今次不切售票署賣票 周潤發,郭富城新氣首映 獲眾星燦場 晨晨被發歌,最問愛女情況 場面搞笑 Good Night Show全民造星 大受觀眾歡迎 一群兒子今天就跟監製花姐 到電台接受訪問 歡迎收看十五分鐘熱度 我是Vanessa,王寧嫣 范冰冰自從捲入陰陽合同 和逃稅風波之後 一直未有現身 不過近日就有消息指 內地當局向她追繳稅款和罰款 合共高達大約10億港元 范冰冰之後在網上發信道歉 表示悔過 完全接受處罰 以及會盡全力繳交稅款和罰款 多神章學友近兩年 去到世界各地舉行演唱會 破了一場演唱制紀錄 接下來邁向200場 今天他就出席記招 宣布明年會舉行一年15場紅館歌唱 亦是世界巡迴演唱會的尾站 學友坦然幾乎每個星期都要開演 簡直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都說很捨不得 我想不習慣是一定有的 我亦相信我自己完成演唱會之後 可能也會有一段時間 會繼續練同一首歌 做同一首歌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尤其是做藝人 你始終都要向前走 留戀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地步 留戀同一件事 其實都是一個… 不是聰明的選擇 我還是選擇繼續向前走 為了打擊黃牛 這次演出不僅不設售票處賣票 還被推出延後取票方案 成功購票的人士 只可以在演出日期前14天 自演出當日拿票 至於香港場有否驚喜演出 學友就這麼說 衣服有不同 歌曲上可能有一首、半首不同 其他都是這樣 另外,學友在內地開展期間 警方多次捉到逃犯 上個月又有18名違法者被捕 令他被稱為逃犯黑星 不知學友又怎麼看呢 首先感謝… 無論你是哪位 來看我的演唱會 我也應該感謝你們的支持 只不過是… 對我們表演的人來說 越多人來… 越多朋友的支持就越好 大家都要為自己做的事負責任 今天不是在演唱會被捉到 或者逛街被捉到 或者去便利店買東西被捉到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只不過是… 這個環境那麼適合 由John文強制編制度 周潤發、郭富城主因的新戲 利曼舉行手英禮 他們聯同一眾演員廖啟智 孫介君、周嘉儀等現身商場 除了發嫂到場支持之外 演了一頭金髮身造型的王子華 謝賢、鄭忠基和太太等 都又來撐場 前陣子發哥去到北京宣傳 都不忘做運動 那天他還在台上 教大家保持健康的秘訣 原地踏吧,每天 原地踏15分鐘就行了 即是不需要太勉強 不用的… 如果我現在跟著你一起 我們做訪問,一起這樣吧 好的 晨晨一向很少提及家人 被問到太太方門 看了新戲味的時候 就被一向風趣的發哥 不停追問 對,有支持 我沒有評語 發哥很英俊 看了嗎 看了… 在哪裡看 在上海 甚麼…博語版嗎 博語版 上海有學語版的嗎 可以任你選擇 他懂得聽廣東話嗎 懂的 那你的女兒說廣東話還是… 先別說這些 對… 只是女兒,又不是另一個 其實很重要 始終是家人支持自己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比你兩個女兒更漂亮 過半成 我喜歡你的女兒多於我 對她實在 而在戲中 飾演藝鈔集團成員之一的智叔 亦分享最難忘的場面 過程非常緊張、刺激 當然就是… 整套戲 有一場戲在泰國的槍戰 而且我要在戲中 因為犯了行規而被… 那場戲… 有危險的場面出現嗎 因為那裡雖然沒有彈頭的子彈 但全部都是真槍 有後助力 各方面都很…很緊張 《Good Night Show》 全民造星監製花姐 今天帶上10強當中的八位 即是Ian Edan 姜濤 肥仔 Anson Kong Jeremy 細貓和Stanley 到電台接受訪問時 面對主持鄭玉玲 令花姐非常緊張 我以前小時候跟Doo姐做節目 我做PA 所以我很緊張 但我不敢說 其實我做過PA 你有沒有跟Doo姐相應 沒有相應 第一,我怕她忘記我 我會很懶惰 第二,我真的有點緊張 接下來節目會舉行總決賽 花姐希望一眾兒子 當日也表現得出色 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花姐又直言為了公平 所以自己不會參與投票 你叫我選一個 我事實上… 我真的選不到 對,而且我選誰都不太好 好像不公正一樣 身為戴熱門的姜濤 透露曾經被粉絲跟蹤 甚至戴口罩也認得出他 到底粉絲是怎樣認得到他 可能之前在節目也戴過口罩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那個… 所以反應更加容易被人認得 不是… 因為他戴著口罩 還是做回他本身的動作 但也說了,踢地鐵… 很麻煩 真的,我上次撞到他 真的踢地鐵 後面有人說 那個不是姜濤嗎 他真的戴著口罩、戴著帽子 但當時是… 一眾齊齊最近忙著籌備決賽演出 當然也有不少壓力 而Edan就有個特別的減壓方法 因為始終是最後一次機會 展示給大家看自己的臨力 所以要準備得好就好 不要令人失誤 有甚麼減壓的方法 練習他的肚腩吧 小貓接受訪問後 都覺得Doo姐很友善後輩 Stanley還表示想跟Doo姐拍攝節目 或是跟她入住請敲門 一起去探靈 我可以幫Doo姐撞膽 許志安的愛犬Lucky已經13歲 早前大病一場 令安仔和太太鄭壽文也很擔心 江仔近日在社交平台 分享和Lucky的合照 還回覆網民留言 說知道Lucky可能撐不過一、兩年 所以會好好珍惜跟她相處的時間 楊千華首度和杜德偉舉行演唱會 而在開場之前 她一樣精力充沛 跟周伯豪齊齊出席品牌活動 她表示平時都習慣早起床 所以工作排到今天 對她來說也沒問題 沒事,我是否7時多起床 你現在叫我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可以了 現在先走回精神的人 去一下水中可以曬太陽 晚上開宿便很聰明 另外,內地早前為了打擊藝人逃稅 而推出限酬令 千華坦然接觸,不只是看錢 每個地方、國家的規例 其實如果你去工作 其實都要適應和尊重 但可能你接工作做 從來的首則是… 譬如我自己覺得那份工作的價值 是你的前景有多少機會率 讓你發展 可能我接了這個表演 原來後面我可以得到的認同 還有下一個更好的工作機會 的機會很高 我覺得這件事比酬勞重要 一代粵劇名領《吳君麗》 在今個月26日 因為肺癌病小 今天在香港殯儀館設令 並以佛教儀式進行 不少圈中人包括汪明荃 白雪仙 陳寶珠 薛家燕 羅蘭 阮兆輝 謝雪森 金國良 胡楓和契女方國山等 都有道場之際 當年和麗姐合作無間的修哥 感到非常軟式 亦透露之前也有探望好友 中秋節前一天去探望她 當時有說過甚麼話嗎 沒有,只是跟她說幾句話 問她認不認得我 她就眨眼,眨眼就表示認得 她是一個很勤力工作的人 好好相遇 很…很喜歡開玩笑 而作為百和會館主席的大姐 就表示非常難忘這位前輩的演出 最深刻的都是她的作品 對,包括她的意義良行曲 和她的粵劇,很多名劇都是她 叫做開山,即是第一次演的 家燕姐亦難染哀傷 近提到最後一次跟麗姐見面 就是在兒子的婚宴上 她知道我很開心,娶媳婦 她之前也答應 一定要來喝我一頓氣酒 所以那天其實原來身體不太舒服 她也特別叫修哥陪她 來到我兒子的婚宴 這幾天因為這件事也很難過 因為那天很忙,嘉賓很多 我自己也沒有特別地去招呼她 想不到那次就是我們最後見面的一次 歸倫美和導演男友戴立忍已經拍拖14年 早前竟然傳出情編 不過小美似乎沒有受影響 近日現身巴黎時裝周提秀 還分享和老友陳柏林的合照 心情繼續漂亮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再見 拜拜